手游酷玩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 叫做迅龙高兽 这个两个人物看上去特别的眼熟 应该有人看过这个是电影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本人呢 并没有看过啊 不好意思 电影院都没去过几回啊 看个鬼片都能睡着 哎 注定孤独终老 这没办法 这个游戏呢 非常的简单 属于一款经营策略的游戏 我们在一个孤岛上和我们的龙相依为伴 然后开始培育各种各样的龙 都是由我们本身带这个小黑龙来繁殖出来的 但是繁殖出来的龙多种多样 它又是个拱的 我还能接受 它又是个母的 哎 你这头上的大草原 有点怎么说呢 有点广啊 这个可以看到刚开始培育出来一个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龙啊 我一眼就看出来不是清晨的 然后出来一个围巾人啊 让我们建造一个小房子 升级我们主要的这个建筑 这个十五升级到了二级 然后提示我给了我三个姑娘 但是感觉前期没有什么用 完成任务然后开一个卡包 三二一给我出 啊 一百四十个鱼 一百八的木材 然后给了我三个金币 感觉这种奖励啊 就是打发红旗公的你知道吧 就这点奖励你还能打动我 让我继续为你卖命吗 啊 可以老哥 多点更好 要是实在没有 这点就够了 这地方呢 又解锁了一个新的龙 然后让我们孵化一下 给了我们三百个鱼 这个动漫 这内有人看过吗 因为我 瞅他俩特别的眼熟 但是我就不知道 是哪里的 就具体是哪个 动画或者电影 还是什么里 我就记不得了 不是这个龙 能不能不要 这长得也太丑了 不是啊 哥 你咋长成这样 我的天哪 完了 感觉 看完它 我相信基因确实是会突变的 而且是越变越烂 这地方可以看一眼 这个客金画面 我们可以通过买这个东西 然后来解锁各种各样的特殊功能 但是一个都买不起 没有问题 那就相当于这个游戏本身 客金玩家还是比一般玩家有强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就是竞争性 如果是能对打的话 可能游戏本身不是特别的公平 但要是没有对打 纯粹的作为一个 算是养成类游戏来玩的话 那你客金就客金了 你有钱 我们确实也拦不住 你想乱滑就乱滑 地主家的傻儿子 这我也没啥办法 这个地方嘛 给我颁布了一个新的任务 原来我们岛上的这个树呢 是可以通过我们手动砍伐的 来主动获取木材 不用再做任务 来获取木材了 但是我感觉后期应该还是会优化 或者更新 因为这样一个一个点 实在是太麻烦了 我这两个龙儿睡的 这都直冒贼 这简直太能睡了 可以看到主要都是西方龙为主 因为都带翅膀 我们东方的龙一般是没有翅膀的 不对 百分之百没有翅膀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叫做蓄龙高手 是一个个人感觉可玩性比较高的养长量游戏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的其他游戏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